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了 前面已经是屠山的地界了 臭小子 赶紧出来 老子我手里三分钟卸的你两条腿 那请便吧 反正我也没有力气再逃跑了 只要你们敢踏进这个地界 我马上就把灵血给你奉上 但这儿可是屠山 你们俩最好想清楚 虎兄啊 要不你进去把他给带出来 不不不 赫兄 我觉得你轻功好 你去把他请出来 不是 你们商量好了没有 究竟还抓不抓我 还是你们怕了 不敢过来呀 你小王八蛋 赫兄 上 你把他换了 我换了 你把他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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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了 你把他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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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屠身红红 区区妖狐 也敢妄图霸占东方灵险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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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们这一路走来 什么清风阁 望月阁 好像哪一个都比这个要强上一些呀 可以呀 但你身上 有银子吗 那你就只能住在这里了 因为啊 这里的住宿费最便宜 这是你开销的账目 另外给你写账目的纸墨钱 都记在上面了 这也算 蓉蓉姐 可我只是个孩子 我哪来的印子还账啊 我都替你想好了 等你得空时 便在屠山各处打打杂 赚点下等不意的月前 来底开销 五百两 喂 蓉蓉姐 姐姐 姐姐 才刚来一天就欠了这么多银子 这得还到什么时候啊 大 大当家子 这次出去 事情办得如何 大当家放心 老狐狸按照此前您吩咐的 便访其他妖狱 均未发现暗黑之力的踪迹 这么说 这一次幕后之人 是有意选择的人总 大当家是说 这次这股邪力 出现在屠山以外 人族身上不是偶然 是他们在酝酿更大的阴谋 长老可还记得七百年前 大当家的意思是 有人想在人族 和屠山之间做文章 这怎么可能 但愿是我杞人忧天吧 那 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些时日 我查到那暗黑之力 似与金人凤有关 我以社局 向他引入人族世纪 那里是一气蒙蒙主 王权的下定 在那儿 他应该会有所收敛吧 神火神庄 金人凤 也好 那便让老狐狸陪着大当家 一道去会一会这金面火神 好 说起来 人妖大战之后 突然便与人族断了往来 大当家也有四百年 为他祖国人族递劫了吧 大当家 夜深了 长老也早点歇息吧 好 日后若要喝酒 自己去湖光阁班吧 谢大当家 拉回来就告退了 你怎么来了 姚千姐姐 我想去世纪收账 你真的想去妖族世纪 我仔细算过了 以我目前在图山做杂役的工钱 我就算在工作五十年 也还不清我欠图山的债 而且目前 收账一直空出了 我正好补上 这样可以多赚些银子 早上还清债务 只是为了多赚银子 姚千姐姐 除了多赚银子 其他的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想去便去 但我要提醒你一点 你的纯质扬言功力尚浅 一乱基石的事情 不要做 还有 天地一线仍在你体内 休要想着他走 杨欣姐姐 你放心 屠山与我便是第二个家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逃的 世间因果皆有定数 既然你有心去找金人凤报仇 屠山正好顺藤摸瓜 救出母后黑手 可笑 听真如你所料 有狐狸要出日节配了 只要咱抓住了 独山的妖 就能要挟他们 叫出东方越处的小王八蛋 叶元草 小狐狸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们不会伤害你了 哈哈哈哈 和老大忙 叫死犯 快走 可是你 你先走 火熊 她过来叫什么 岳出 你就是当年那个小王八蛋 东方岳出 老爹 保佑 这么大限量啊 岳出 你到这儿这么高了 走到大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来来来 快给你和爷爷回去吧 走啊 走啊 少废话 我恶老头 今日我便要为我死去的爹娘报仇 大胆鼠佩敢来除下闹事